好 其实为您更新金华城案的今天的最新司法进度 而联赞署人员呢 从今天早上开始 他们就到威京集团的总部来进行搜索 目前搜索的行动还在进行当中 而主要是针对这个集团主席沈庆金的办公室 以及B1的子公司顶月来进行搜索 而这个根据了解呢 这个沈庆金呢 他刚刚稍早是已经发出了声明 表示说呢 自己从年轻到现在 从来没有跟官员妥协 也从来没有送官员红包 并表示说柯文哲这种人 怎么可能跟他谈条件呢 也强调柯文哲也从来没有跟他要过钱 不过他也曝光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在柯文哲任内 其中一名官员曾透过别人来暗示他 要行贿这件事情 但是呢 被他给拒绝了 他也认为说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 他不愿意跟这个想要所谓的官员妥协 才被这个金华权的容积率才被报复呢 而讲到金华权的容积率 他也发声明强调说 金华权的容积率一切都是依法来行事的 当初柯文哲呢 是完全没有给金华权 任何的特权以及任何的一些 有关于优待措施等等的 倒是他认为是北市府没有依法行事的 那他也说了 他绝对会把所有的事情 都跟检察官来讲清楚 那等这个搜索行动结束之后呢 陈庆金也会被连政署 带到连政署来进行征讯之后 不排除就会送到北警来进行复序 那我们也将持续的为您掌握最新进度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